圓多像式把它變形 變成這個叫做 為什麼我成為加1 因為它這裡是s加1啊 就是說我們主角變了 你知道 本來主角是x對不對 然後現在我們主角變成s加1 所以這裡是s加1 這裡也是s加1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主角換人做做看 我這樣比喻不知道你懂不懂 就是本來我們的主角是x嘛 對不對 就是都x嘛 我現在主角要換人 就希望主角變成s加1 就類似這種感覺 把它變成s加1的多像式 主角換人做 你知道 那你說老師 那這裡要怎麼寫 2s喔 2乘以1是2 可是人家後面這裡是6 來 請問你 2要怎麼樣才會變成6 所以這裡要加多少 加4 yeah 出來了 就變這樣 我配完了 因為有沒有很難 其實有點難啊 有點複雜對不對 你看一下我有沒有配錯 沒有配錯 太好了 跟課本一樣 然後我跟你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配方對不對 配立方 配出來 你告訴我 它出來一定會缺少什麼東西 它一定會缺二次項 它出來一定是一個缺二次項的形式 你把它寫上去 如果你配立方沒有配錯 你配出來絕對不會看到平方那一下 絕對看不到 你說老師 好奇怪喔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它一點都不奇怪喔 來說你看我這邊 請問你 你國中的時候 然後學配方式學哪一個 s平方 加vx 加c 來 請問你 你配出來是誰 配出來就是 a乘上什麼 s減什麼 h的平方 再加上誰 k 來 請問你喔 你從國中就一直開始做這種配方 到高中還在做 請問你這個配出來之後 你一定看不到哪一下 你這裡有看到一次項嗎 這是常數 這是二次項 你有看到一次項嗎 沒有 所以我們小時候做的那種配方法 你告訴我 做出來會缺幾次項 會缺一次項啊 Do you understand? 知道嗎? 可以喔 它是缺一次項的形式 為什麼會缺一次項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在配的時候 這個一次項被你包到這個裡面來了 它被你消滅掉了 這個一次項被你配到這裡面來了 所以你配完之後 絕對看不到一次項 那同樣的道理啊 你在配立方的時候 我告訴你喔 配立方的時候 為什麼你配完之後看不到二次項 你絕對看不到上面有個平方的傢伙 因為他被你配到這裡面來了 這個地方 你大概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配立方出來的結果 一定是缺二次項 就這麼簡單 這樣懂不懂? 好 這種題目需要多練習喔 我帶你練習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第二題 欸 我這裡還有空間可以寫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 來第二題 我寫在這邊 Y Y 等於 X的三次方 再減掉六倍的什麼? X平方 欸可以嗎?可以嗎? 好 欸 看到這邊 來 同學我剛才才講過 配立方最重要的是誰? 是他 你幫我把它圈起來 是他 你知道為什麼是他嗎? 你看 負六S平方 來你跟他比一下 3KS平方 所以你告訴我 3K應該等於多少? 負六 所以請問你 以這一題來講 你的K是多少? 負二 來我做完了 我跟你講只要你找到K這一題就做完了 剩下就是小心不要寫錯就好 K等於負二 K等於負二 把它帶去哪裡? 帶到這邊來 欸我看看喔 我有哪裡可以寫 我寫在這邊好了 來我寫這裡給你看喔 S加K K是負二 所以這邊就改成負二 S減二的三次方 你就慢慢寫 他是X的三次方 K是負二 來 K是負二 負二乘三負六 所以減掉6倍的S平方 然後K是負二 負二的平方是4乘3 12 所以加上幾個X 加上12倍的X 來K是負二 負二乘負二乘負二 負二的三次方 所以是負多少? 負八 我告訴你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然後呢 接下來這裡你就看我寫喔 這個傢伙就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東西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這裡變成 X的三次方 減掉6倍的S平方 然後怎麼樣 加上幾個X 加12倍的X 然後再怎麼樣 再減八 109同學很聰明啊 你告訴我 這個跟這個有相等嗎? 沒有 加12X後面要怎麼樣 減12X 多退少補嘛 減八後面要怎麼樣 加8 我配完了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配方其實也很快對不對 這個配出來 你告訴我 前面這個括號是誰 前面這個括號就是誰 S-2的幾次方? 三次方 它就是S-2的三次方 再減掉 這裡寫-12S加8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 但是如果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主角換人做啦 我們希望現在主角改成了S-2 所以我們這裡就寫12 括號 S-2 好 那最後這裡我寫慢一點 來 同學你看喔 本來這裡有一個加8對不對 這個-12乘-2 這個是24 這個24本來在這裡是沒有的 所以加了24 你在後面要把它怎麼樣? 減掉 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我在做配方 所以最後的答案出來會變這樣喔 S-2的幾次方? 三次方 再減12倍的S-2 然後 8-24 所以減掉多少? 16 YA 配完了 就這樣 我現在做第二題 第二題 配出來就這樣 我沒有做錯吧 沒有做錯 我真的太聰明了 太棒了 做完了 就這樣 可以嗎? 做第二次 第二次喔 好 你看 做出來有沒有二次項 沒有 缺二次項 好 我現在要做最後一題 這一題做完我們就下課 但這一題你要幫我一起看 因為我現在靈機大了 做這種題目 有時候容易看手藝 來 第三題 這一題難度比較高 我們一起來做 他說 Y 等於 2 X幾次方? 3次方 減掉兩倍的 S平方 然後 再加上 X 再加上 1 配力方 哎呀我的媽呀 我先跟你講 我這裡可不可以插掉 這裡可不可以插? 可以嗎? 因為我這裡想要寫下 可以插嗎? 這就這一條這一條這一條 這三條可以插嗎? 可以啊 插掉囉 好 來 輕輕地跟他說再見 Goodbye 這裡插掉囉 再見再見再見 好 來來來 插到這裡 下面這裡 同學你剛才沒寫完 你可以繼續寫 不要擔心 插掉 OK 好 OK 來 那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看我這裡看我這裡 來來來 跨家跨家 配力方怎麼配 來我跟你說 你看到你說 哇老師這太難了吧 S三次方向前面的係數不是1 那你就把2怎麼樣? 提出來 提出來這裡是誰? X幾次方? 三次方 這裡把2提出來 這邊變成減掉什麼? S平方 然後呢 加S加1 這兩個你不要理他 這兩個就丟到旁邊去 這樣可不可以? 就這樣 然後我再問你一件事喔 配力方最重要的是誰? 你告訴我配力方最重要的就是他 看著他 然後你再對照這個東西 你考試就把這個公式寫出來 3KS平方要等於負S平方 來請問你3K要等於多少?負1 來寫在這邊 3K要等於負1 所以請問你這個配力方這個題目 他的K是多少? 3分之負1 這一題一定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他的K不是整數 你在算的時候 用生命跟你保證 你會很容易算錯 K通常是整數的時候 你要感謝那個初級老師 代表那個數據會比較簡單 但是像這個K不是整數 你就會有點麻煩 來 我現在我先把這個K等於負1 3分之1帶回去喔 你會得到S-3分之1的3次方 我們幫你一起來好不好 你K帶負的3分之1 來第一個不變還是X的3次方 第二個是誰? 這個要先算囉 K是負的3分之1 負的3分之1乘3是負1 所以這邊會減掉什麼? S平方 這樣會不會太快? 應該可以 來 負的3分之1 看這邊 負的3分之1平方是誰? 9分之1 9分之1再乘3 所以是多少? 哇 3分之1 所以這邊要加什麼? 3分之1叫什麼? X 好 負3分之1的3次方 你把負3分之1乘負3分之1 再乘負的3分之1 所以是負的多少? 27分之1 沒有錯 我告訴你 這一題我快做完 但是要花一點時間 好 那你看這邊 所以這個傢伙它就可以寫成兩倍的 好 把這個東西把它複製貼上貼到這邊來 這裡是S的3次方 減掉S的平方 加上3分之1 X 減掉27分之1 這樣可以齁 然後不要忘記 後面有一個加X 再加上1 可是這個螢幕最麻煩的地方就在於 你告訴我後面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調整對你們來講有點困難 你告訴我 這個2 要注意喔 乘上它 你告訴我後面要加還是減? 減 減掉多少? 減掉誰? 3分之2 對 3分之2的頭 X 沒有錯 然後不要忘記這裡還有一個 這邊要減掉 要加還是減? 要加 加上27分之多 2 哇 我跟你講 配地方就是這樣 它只是比較麻煩而已 來我配完了 來請看 這裡變成兩倍 來請問你 這個複製貼上這一坡是誰? 這一坡是它 這個叫X 減掉什麼? 3分之1的幾次方? 3次方 然後 X減3分之2X 所以這裡是幾個X? 3分之1的X 然後1加27分之2 所以是27分之多塔? 29 其實我偷偷告訴你 其實這樣已經配完了 其實這樣已經算配完了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說它今天有要求 要你把整個主角都換掉 我們現在主角是誰? 主角叫X減3分之1 所以現在你這裡也要進行改寫 來這裡寫成2 X減3分之1 哎唷我快講完了 不要諷神 來三次方 加上3分之1 然後這裡 要把它變成這種形態 叫做X減3分之1 對不對? 可是同學你知道 這裡還要加上27分之多少? 29 可是呢 3分之1乘負的3分之1 這是負的9分之1 所以後面還要再加上多少? 9分之1 有沒有覺得配力方很G彎? 有 它很G彎 尤其是當這個配 為什麼加9分之1 因為這裡3分之1乘負的3分之1 這裡是減 減的話你後面要加回來 要調整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最後這個答案 它終究就變成2乘上什麼? S減3分之1 3次方 然後再加上3分之1配的 S減3分之1 然後常數項的部分 27分之29 加上27分之3 所以最後會加上27分之29 加上 我有配錯嗎? 喔!到位啦 我沒有配錯我算對了 這樣可以嗎? 讚! 我跟你說 配力方要會 那最重要的在哪裡?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K 然後我告訴你 K算出來一下好說 K算出來一下好說 所以你發現 K不是整數的時候 哇靠!這很肌肉喔! 是機車對不對? 這個在算的時候 這一堆分數就容易算錯了 K是整數就簡單啊 對不對?你看K是整數的時候 算出來那個答案就很漂亮 好!那我想 今天就教同學配力方 回去要多練習 因為這個算是高一蠻重要的一個主題 來!謝謝我們新同學 有拍到嗎?